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 来自中国的辽宁沈阳的书法家 宋慧颖老师 宋老师您好 您好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比较特别 叫做中国书法女侠在硅谷 那么在1月初呢 1月12号到20号 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呢 开年大展就是您的画展 所以先祝贺您 也祝您新年快乐 我也表示感谢 谢谢 您这是第一次来硅谷是吧 第一次 您有什么期待呢 在这个飞机上 在路上您是怎么想的 我在期待着我的展览圆满成功 也祝您的展览圆满成功啊 非常感谢 谢谢 在这为大家介绍一下宋慧颖老师 他是东北著名的书画家 1949年生于辽宁沈阳 66年拜师沈阎 沈阎毅先生为师 沈老呢是当代的卑学大家 以位体行书文明 他也是沈老唯一的女弟子 那么他也是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书法协会的理事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的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的教授 那么曾任辽宁省书法协会的秘书长 辽宁省书法协会常务副主席 可以说是当代这个书法的开拓者 我看了这个书班长跟您这个讲的说是当代书法的开拓者 这开拓者这个词怎么来的呢 这有一个集体的这个解释方法 解释一下 那么作为这个开拓者 其中有我一份 但是有一个集体 开拓者之一 对 之一呢 当然有之二之三之四 这些人是一个团队 那么就是在中国书协没成立以前 辽宁就已经有书法活动小组了 活动小组担负着 就是互相学习 听受前辈们讲课 再有一个组织一些爱好者的活动 那么在当那个年代 七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活动还不是怎么太 像现在这个如火如荼 都是半公开行事 后来呢 就是辽宁成立了书法学会 书法学会 当然当时的挑头人的几位朋友们吧 他就想搞一个全国书法展 那么从北京 就开始组织了一些好朋友 在我们辽宁的一些人 就是集合在一起 组织了全国第一届书法展 这就是中国书学的 常立的奠基 那么这个展览呢 在辽宁一直影响到现在 那么就是说辽宁在全国有了一定的 在书法有了一定的位置 也确实是一批人一起开透了 中国书法协会 一批人 所以说我在那里是七中一员 我呢也可以说是个开头者 但是开头者我们有个团队 这个团队到现在依然活动在全国的这个书法界 但是年龄也都大了 几十年了 这个说到开头者 我觉得一方面呢 就是说你们的这个 曾经做的这些事情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您自己从这个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书法 而且你的这个 我看一下您出生的年代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 对 七岁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应援机会 你开始学书法 那时候是在家庭的影响下吧 我母亲和我的家庭都是比较封建的 就是不希望女孩子们除去 愿意让女孩子稳稳静静的 可能我小的时候也比较淘气 外向型嘛 家里就想让她规矩一些 就在家里写 在母亲的指导下开始写字 那就写字 没有是搞书法 我们小的时候都写过字 我相信几乎在中国的这个小朋友 在年少的时候都练过字 但是能够坚持的人是非常非常少 是什么样的应援聚会让你一练就练了这么几十年到现在呢 从七岁开始写字以后呢 就是上学了 学业呢也是很重要的 在中间就断了一段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时候 因为这个学习就稍微轻松一些 又拿起这支笔 接着文化大革命 那么给我了一个机会 尤其是给我了一次认识沈老的机会 我有幸拜沈老 是沈老师把我领下了书法之路 沈延毅老师这个 在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呢 可以说很多的文化都受到冲击的 受到冲击 文化名人都受到迫害 沈老师那时候居然就这样 在东北那地方就 沈老师那时候他这个在我们沈阳 那时候还没波及到 就是全国或者是全省 还是很有威望的 文化大革命有一批学生 有一批知识分子很保护他的 虽然是受到了一定的冲突 一定的这个影响 但是他还没有受到多大的迫害 我看到有一张这个老相片 您跟沈老一起在写 写书法的那张相片 非常珍贵啊 对 你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我二十岁 二十岁 六六年嘛 二十 哎呀真是真是难得了 沈老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张相片也成为绝想 对 沈老那你觉得你学到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跟沈老呢 把我从写字 引入了写书法 最后走向了书法艺术的道路 写字到写书法到书法艺术的道路 对 你觉得他们中间的区别是怎么样的一个区别 写字 就是把中国字写好 书法是拿毛笔去写 把方法写出来 那么就是叫书法了 那么书法艺术 在书法的基础上 把自己的性经表现出来 这叫书法艺术 沈老说过一句话 他说呢 与古人之河先求法河 得其形式 然后继而求貌似神河 最后呢是貌离神河 对 最后就是把自己写出来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 你要写出什么样的自己呢 写出来我自己 认为能把我自己的心性表出来 表达出来的 那就达到我自己的目的了 把我的线条 用我的理解 用我的心性去表现出来 把你的线条 用你的理解和你的心性表达出来 那么著名的文物专家 马宝杰呢 曾经说过 他说呢 宋慧莹形成了一个 秀美和壮美共生的鲜明风格 我觉得这个可以说 对你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总结 是吧 马馆长呢 是给我的一种赞誉 但我做的还有点差 但我还在努力 今年尽管我年龄比较大 我想还应该还能 再提高我的这个创作水平吧 那么他赞誉我呢 是因为我是女性 应该具备秀和美的一点 再有一点 我的性格比较外向 而且呢 就是很 很粗犷的 是吗 用这种男性的那种 那种感觉 是吗 他就把我这两项加在一起 他就做出这个评价 那么我的这个 他的这个评价 从我的作品当中 能反映出来的 另外一方面 对你非常勤奋啊 这个书馆长说到呢 就是他在这个去年的六月份 到辽宁博物馆呢 参加刘雍雍的这个书华展 对 书华展的开幕 书华展开幕的时候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 对 丁辉局长把他介绍给了 把您介绍给了书馆长 对 然后他到你的工作室的时候 看到你的非常多非常多的作品 会看到你是非常勤奋的一个人 这个是两层意思 第一次见书馆长的时候 是在我工作室 是通过丁 丁先生 丁辉局长 介绍 那么他看到我写的字 后来就想办个个人展 我心里有个 有过这个想法 虽然说很长时间 很多年没实现 这是个机缘 我就抓住这个机缘 我不想放弃 那么后来书馆长也同意了 当时我是很兴奋的 我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曾经想过 我想让我自己的书法 走出国门 把我自己的东西 我心爱的这个作品 呈现给我们在 国外的 咱们中国的同胞们看一看 有许多热爱书法的 不仅是中国的同胞 有许多这个就西方的人士 也非常热爱中国的书法 而且你找到书馆长 你真的找对 因为他在这边办了很多 我觉得说有水准 有代表性的这些书法 绘画 这些艺术家 他推了很多的人 他说我勤奋的是 他亲眼看到 他第二次上辽宁剧的时候 我让他看一看 我写的这些作品 我确实很用心的 我也很尽力的 我写的很多很多 我从这很多当中 我选出来了 这次我带来的作品 书馆长说呢 就是高质量一定从更高的数量中出来的 所以你不断地写的时候 数量多的时候 那就可以从里面 调出一些高质量的 在这个观点上 我们俩是一致的 那么我在带学生的时候 我就在讲课的时候 我就讲这个问题 那么书法 必须是精确地重复 精确地重复 重复就代表了 经常在写 有这个数量 你才能有质量 精确地重复 这个精确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精确是指着你自己写的作品 和字贴的作品 得是互相通的 那么你要理解 字贴当中的精髓 把你把字贴的精髓 写到我自己的作品里 反复地重复 准确地重复 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像您自己 如果是想这个准确地重复的话 重复最多的有多少次 几十年如一日 哇 都已经数不清楚了 在反复地重复 比如说在外人看起来 可能比较单调的 或者简单的这种 不断地重复当中 你一次次重复 或者说 第一年到第二年 在中间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感受呢 你会看到什么样 不一样的东西 作为我嘛 我觉得这个重复 不单调 因为每一次重复的时候 它有每一次 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效果 从不同的效果和理解当中 创造出不同的作品 这是我的理解 当你在里面非常投入的时候 你每一次都会体会到不一样的境界 望我到什么程度 不吃饭不睡觉了 那是经常的 你像今天有个朋友问我 那么时差倒过来没 我说没有感觉过时差 没有时差 因为什么呢 这个经常的搞创作 经常的去临贴 他忘记了白天和黑夜的这个反复 成婚颠倒了 对 成婚颠倒了 那么就是休息一会儿 接着可以再写 不休息也可以写 他就 这个辛苦嘛 只有自己知道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特别享受 还不是一般的狭子 当有一个好的作品 写出来的时候 自己是心旷神怡的 刚才你说你年纪大 其实呢 在书法界 你真的不算年纪大 因为我看给您写这次 书画展的侯老 侯北人已经一百多岁了 那我是他的晚辈 晚生 是你希望你在最后写下去的时候 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 现在在众人的占语之下 好像是写得比较好 但我不满意 因为就是在 你说这个书法吧 书法艺术 它是一个线条的艺术 那么这个线条的艺术 需要生命力 需要文化 那么像我呢 就是从在中国长大 经过了一个 经过了几个不平凡的时代 那么可能有学不到的东西 学不到就是缺失 后来由于工作 生活 那么这个得不到的东西 虽然说补救了一些 但还是缺 你觉得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是什么 文化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 在我们这一代 是很缺失的 那么从我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 他们现在在逐渐地在补 已经现在恢复过来 但是我的这一代 恢复就给靠自己了 那么人活到老 学到老 我得不断地去学习 学习的是文化 你从这个文化来 滋养我的书法艺术 您其实我觉得是 真的是 可以看得到 您自己的像书馆长说的 这个奋力和精进 一直在学习的这份心 但另外一方面 因为你经历了一些 就是中国这个大背景下 时代的变迁 那我相信你在中间 也积淀了很多 对人生的思考 这个东西 有一点点 也可以融在您的 这个书法当中 但是我的性情 比较阳光 就是在我的作品里头 体现的阳光的东西 还是比较多的 它不会写得很哀怨的东西 其实我的作品里头 也没有哀怨的东西 都是比较阳光的东西 您为什么可以这么阳光呢 我觉得我很幸运 幸运在哪里 幸运 你比如说我从毕业以后 上山下乡到工厂 我一路走来 都是众人相帮的 有老师 有我的领导 有我的朋友们 还有我的家人们 他们都在不断地支持我 帮助我 所以我很幸福 与其说您幸运 我觉得不如说您 也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 因为有人说到 这个上山下乡 这些听起来都是苦涩 感觉都是这些 灰暗的记忆 但是对你来说 你记得都是好的 记得都是大家对你的帮助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其实你说搞书法 这么多人 能走向今天的 还是少数 那我就是幸运者 幸运者就应该快乐 幸福 阳光一些 尤其在女性当中 尤其是这个 我记得这个书馆长 在说到说 跟你见面的时候 说到 其实书法里面 他因为以前做过旅题的书法展 所以他说 书法就是没有男女书法家 只有书法家 对 我对这个 在国内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提倡过 就是书法不分男性女性 书法是统一标准 那您怎么看 为什么在书法界 其实真正成名的男性 是比女性 可以说多得多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 从哪个行当当中 女性能冲出来的很少 这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说不清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不应该是男准女卑 这是咱们中国的说法 女人也可以撑起一片天的 但是女人想成功很不容易 她自己有家庭 有孩子一切都得去自己去做 所以耽误了他们很多的时间 我家庭当年的时候 有我父母 我对孩子的管理 我就没参与 后来就是一些事都在支持我 朋友们领导们 还是不错的 我这是有幸的人 其实在东北 我没有去过东北 但是大家有一些 对东北的说法 比如说东北人 都是活雷锋 然后说东北人 这个大男人 各种说法 不对 不对啊 东北男人很听话 是吗 所以你在那个环境下 你觉得在东北这片 特别的这个土地 给你的书法赋予了 些什么东西呢 给我赋予的是一种 自强不喜 要自己自尊 自利 自爱 自强不息 然后一直在这个书法的道路上 对 追求到今天 对 这次你看 我刚翻了一下 这个馆长这边有一本书 叫宋慧银书法展的这个作品集 这次在这边展了 大概有六十幅 六十幅 这六十幅怎么选出来的 我当时准备的呢 应该是八九十幅 后来馆长说 不用准备那么多 八十多幅就可以了 您这八九十幅 是从多少幅里选出来的 几百幅吧 馆长到我那个工作室去看了 我的那个仓库里 好多好多 我第一遍写完了以后 那就得一百幅吧 我不好的 我就可以选择出来 那么我认为不好的 那我就可以淘汰 淘汰的我再写 那么我挑出来 我可以再写 我一共写了是五遍 就这里就馆长说的 大概五六十件吧 他可以说是 比较全面地显示了 你的功力 你的修养和书艺 并集中体现了你这个 就是雄秀的风格 雄秀 性格嘛 就是比较男性化 女人的那种温温雅雅的 我比较少 我说话也快 干活也快 我很能干 但是也很能吃苦 因为是那个时代过来的女人 她还是比较可以能说到做到的 那么把我整个的身心里 想的东西都反映到这个作品里 不单单是为这一次 就是前几年 前几年的每次展览 我都是这样做 可能也许我就是这种性格 做事还是很认真的 很执着 认真 执着 然后这个 踏实 然后刻苦的这些精神 体现在你的这个做人 和体现在你的书法上面了 这次呢 这个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中国的书法女侠在硅谷 这侠有点不敢当 只能说是什么呢 一个非常热爱书法的女性 侠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就是侠干一胆 对啊 就是粗犷 豪爽呀 然后讲义气呀 这些你都有 我是这样做过 但我不敢担当这个名词 这个词译 我是这样做过 我在书法界 还是比较有影响的 我曾经为我的作者们 也就是说 为我们的书法家们 为那些爱好者们 曾经不顾我自己的一切 为他们去 创造条件 开拓场面 给他们组织去写声 去学习 找老师 送出去学习 给帮助他们搞创作 我曾经做过 这个就是女侠呀 因为你就是 就是说 不只是为你自己 还想到很多 很多其他的人 对 是 这次你出来呢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了这个 辽宁和沈阳 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美国硅谷 代表呢 是 这样说应该是代表了 但是还有很多女性 没有冲出来 是各种原因 没冲出来的 我们辽宁啊 或者是东北啊 乃至全国 还有很多 优秀的女书法家 因为种种原因 也没有展示出来 你觉得他们的 种种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 我为什么说 我很幸运呢 我每走一步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人 在帮助我 怎么赢得 这么多人的帮助呢 你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 帮助我的人 你比如说 我在工厂的时候 我是71年下乡 72 73年回来 回到工厂 到工会 那个时候 我们的工会主席 知道我写字 也知道 我是神老的学生 可能是不是 因为老师的关系啊 他就是 每天上班的时候 除了工作 就把我放在办公室 工作之外的时间 把我放在办公室 他把门锁了 让我给我写字 中午吃饭 把门打开 让我回家吃饭 吃饭 你说谁有这条件呢 所以 我非常珍爱我的这些 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那么工厂 给我除职 让我去学习 让我去参加活动 这是不能忘的 所以你这个也是 现在在帮助更多的人 包括这个组织 妇女书法展呀 要帮助青少年的书法培训呀 等等是吧 对 我要把我的这一技之长 发挥出来 再带动一批人 因为这个书法吧 必须得后继有人的 你不带学生 不组织大家学习 枯竭了 这书法怎么往下发展下去 所以今天呢 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来自中国辽宁沈阳的 女书法家宋慧颖老师 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她在这边办的这次书法展 是在2019年的 1月12号到20号 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 也希望呢 大家到时候去到现场